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大家午安 今天是1月16號 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112學年度UBA 男子大專一級籃球聯賽 我們在喬光科大體育館 為大家帶來的將會是 第三階段第二天的第二場賽事 要由台灣科大面對到的是一手大學 公分然後王哲宇有超過19 今天在台科的先發五人包含的王哲宇 另外還有劉宜成蔣奇恩 鄭浩哲還有林子媛 這是在這場比賽的 一個台科的先發五人 主要還是在說台科的這一套的先發陣容 包含林子環跟鄭浩哲 有沒有辦法穩定的組織喔 對 林子環這個學年 他的場均得分是來到了17分 對 進攻火力是沒有太多的問題 就個人能力方面 但是團隊呢 其實台科有非常好的封線陣容 要看他們怎麼發揮 對 一手的先發跟昨天大致上是相同 對 經驗上稍微不夠 王哲宇跟蔣奇恩的跳球 第一波球全現在由一手這邊掌握 值得觀察 是一手的陣容來講 他們雖然也不是沒有那種很高的一個高塔 第一個應該在對位上可能相對沒那麼有優勢 就是在他們的後場 但是其實也算高大 因為包含邵聖希跟 蔣奇恩外線的出手 這個球是空心命操走 沈家圈推進速度很快 給到余湘平上籃得分 要至少是跟對方會跟你咬到半場以上 那你必須要在對方 底線的一個機會出來 弧度拉高 Rainbow下投進 王哲宇 其實今年在偶爾這邊 偶爾與湘平 直接拔起來 籃板的一個拚搶 二波的進攻 風線來講 這個又跑起來了 身高是比較平均的 底線還有時間描籃 跳投得分 當然是你就要投三分 然後想辦法的把高度拉高 所以你看到其實包含是前面的將軍 王哲宇 外圍比了一下 又準備碾進來 地板球給進去 陳平在籃底下埋伏 還是失誤了 傳到對方手上 前面輕鬆的快攻機會上籃得分 前面輕鬆的快攻機會上籃得分 尤佳全 尤佳全 尤佑第一位 第一位翻身過來 插板得分 前面才說 就是 POST 一場只要打兩次就好 對 對方其實就比較 很麻煩了 來抓防守 這真的比較少 需要實時提醒 王哲宇切進來 插板得分 如果王哲宇 尤佳全 時間 其實還有 王哲宇 又撿到進攻籃板 還被 敲了一個大火鍋 現在開始 台科 張智晴也噴個外線 六集 第一節 他已經展現了 小個子的地位 單打能力 他現在也有面框 喔 這一個球 溜進來 史智平又撿到 這個是 籃底下 打撞球一樣 台科這邊 黃培青出手太快 宇湘平 沈佳全 假Handoff 真切入 哇 哇 沒有溝通好 前面出現失誤 這一場可能 都必須面對的問題 這種 又要展現他的地位 小個子的地位 這真的 這一個失誤的林展成 撿到了進攻籃板 哇 喔 靠著身體的情況之下 球 再給到李又齊被蓋到 已經走完的火鍋 但李又齊又拿到 而且是個插板得分 要保護好 蔣智晴出現失誤 宇湘平 跑了一個快攻 分數現在 其實一手在 這一節 內容上明顯是憂鬱對方 哇 陳佳全景 我猜錯 這場沒有很多 真的可以 預計為什麼 他 明明是在大一而已 馬上就被拉散 而且是作為一些直戰力 王哲宇 今天的第二個三 台客這邊也直血 哇 這個就是剛剛講的 金牌隊友來了 宇湘平這個外線 一有空檔 立刻投進 一對一的一個單打 連結 又是2man game的搭配 那 一手這邊進攻 追球直接被栽走 leading pass 到前場 雙方快來快去 這一段時間稍微 右側的四足度角 一個wide open 空檔投進 所以看到現在台客的球 王振文 弧度拉高出手輕了 同時 在一手這邊也絕對 不能 不能有半點鬆懈 對 高地位的搭配 又是一個很簡單的 拿球 今天這個防守上 護震真的會有一些狀況 對 你必須要知道什麼時候 你可以做什麼事 這才是你真的 在這個年紀最該學的 王哲宇跟 直接發到籃底下 好球 哇 陳廷寧看起來 其實在決勝時刻 沒有辦法繼續留在場上 身高夠高 而且其實協調性活動力都很棒 滿有對抗性 對 真的 陳廷寧這種球員 你會發現 哇 這個 推翻原本判決 按照原判 對 空手會真的比較像是苦弓 但是他不太一樣 可以作為戰術的主軸 溫柔提醒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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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把空間繼續拉開 陳好成 突破之後上籃得分 這個防守就是最後沒跟上去 去防守這會很辛苦 對 可能我覺得需要把張智欣先換上來 而且 對 實在 他們一手的整體陣容 過去兩個球技大家 對 放掉了 防議員上場 昨天他並沒有出賽 防不勝防 對 黃正文本來就有這樣的一個能力 這等於兩個是這種 另外普國倫 我覺得他這個球技必須加強 就是他的防 8比63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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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這個球 這個難 哇 這個球給的很漂亮 立手這邊又是個 哇 又是超級 前面輕鬆的上籃 不妙喔 連掉4分 雨翔平 突破之後 上籃得分 而且還是一個有能力 分差 剛才一度是68比65 王哲宇 Rainbow下投進 這個手感真的 最後的一秒鐘 哇 打板的 80比特 哇 騎馬射箭 哇這個把 台科真的從懸崖邊拉回來了 這個 半場LOGO 是要被他給扔進了 台科又回到比賽了 走隊狀況 一連串的 必須要他 對 必須要他這麼做 籃底下這個球補進 他幫台科 從板一擊之後 對 然後就 到斯大練研究所 到斯大練 念佳全 哇 又是他的妙傳 給到王正文 看起來細膩度 跟 跟他的傳球 對 而且要看一下 台科 雖然台科他們現在 從板一擊之後 目前就一勝七敗 趙正希的一個單打 而且真的一手 雖然他們身材比較瘦 其實也不高 他才大概一百 80公分出頭而已 讓空手切進來 倒在地上 還找到了余祥平 哇 這地方是不是有點錯了 前面二打一的快攻 背後給球 李又吉 傳過去 史晨平的空檔 哇 這個三分球投進了 多打掃的機會 王正文 哇 這真的 比賽結束 雖然剛才一手的板凳席 要場上的球員 繼續進攻 但是 最後沒有能夠束手 第四節 兩隊的分數都非常的低 這也是今天 唯一一個 就是兩隊的得分 都低於20分 一手只拿了15分 台科大這一節 更是只拿到了10分 所以台科大 吞下了蠻苦澀的一敗 第三節他們還咬住比分 這也就是 那麼多人 那一碗 一碗 其實一聲 很少 一碗 一碗 那一碗 一碗 那一碗 一碗 那一碗